第三天 休息新的净化 各位法友们 今晚我们又重聚于此 一起在这个正法的横河盼 了解什么是纯净的法 什么是没有派别意识的法 让我们来了解如何休息纯净的法 如何扩住一种正法的生活 以及如何从纯净的正法之中获得利益 法应该与派别意识分开来谈 法绝不应该和印度教的法 佛教的法 奇纳教的法 灰教的法 基督教的法 希克教的法等等混淆在一起 法是普遍性的自然法则 法适用于每一个人 即一切时空 它是自然的法则 能使我们的心远离一切杂染不净 远离所有负面的心态和烦恼 透过正法的休息 净化了我们的心 使内心充满了爱 慈悲 随喜与平等心 纯净的心帮助我们能有一个美好 健康的生活 它不仅有利于你自身 同时也利益了他人 任何人都能够过祝贺于正法的生活 一个人可以继续称呼自己是印度教徒 灰教徒 佛教徒 奇纳教徒 希克教徒或拜火教徒 一个人可以称呼自己是婆罗门或不是婆罗门 一个人可以称呼自己是庞哲普人或是坦米尔人 一个人可以称呼自己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 这都没有什么关系 不会有什么差别 人类就是人类 如果一个人了解自然的基本法则 依自然的法则生活 不违反自然法则 他的生活就会过得安详和谐 相反的 由于愚痴无名 有些人违反了自然法则 那么他必然会变得不快乐而痛苦 一个人可以用这个名字或那个名字 可以从事这种仪式或那种仪式 可以相信这个哲理或那个哲理 这些差别并不重要 法则就是法则 法就是正法 心的清静无垢 是正法 心的烦恼染物是非法 一个人必须由非法之中走出来 而生活在正法之下 法的基础是道德 是戒律 一个人不应该以任何身体或言语的行为 来扰乱其他众生的和谐与安详 而且不应以任何身体或是言语的行为来伤害或危害其他的生命 法的基础就是戒律 就是道德的生活 一个人如何过注道德的生活呢 必须要发展出对新的自主能力 我们的先贤 我们的先贤 觉悟者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科学的方法 法是一种心和身的纯科学 是心和身之间的交互作用 由于我们不了解这个身心的交互作用和内在深处不断在发生的事实 因而不断地产生负面心态 而且 我们还不断地将这些负面心态扩大 换句话说 我们是不断地将自身的痛苦扩大 造成自己的不快乐 也造成他人的不快乐 一个人不应该只是在知识的层面上了解自然的法则 只透过听闻课程 听闻法的开示 读诵经典 讨论 理智的推理或情感的作用 我们是无法真正了解自然 的法则 的 也许这会让我们越来越困惑也说不定 要真正的了解法 了解自然的法则 唯一的方法就是亲自去体验它 我们必须亲身去体验实相 体验自然的法则 我们必须在法的道路上 一步一步不断地去了解这个普遍性的法则 道德的生活就是法的基础 表面上看来 当我们过注道德的生活 我们就不会伤害其他的社会大众 似乎我们是对他人慈悲 我们不伤害他人 让他们生活在快乐和安详之中 但是 在更深的层面上 在法的层面 法则的层面上 在普遍性的自然法则当中 实际上我们是对自己慈悲 那些已经走在法的道路上的人们 应该要了解 每一次你违反了戒律 违反了任何道德上的戒律 任何时刻你以身体或言语上的行为 伤害或危害他人时 你已经开始在伤害你自己了 实际上你是先伤害了你自己 再伤害他人的 因为你必须先在你的心中产生 像生气、憎恨、恶念、仇视、激情、嫉妒 自我或其他不敬烦恼 等等 你是先产生这些负面心态 接住才伤害他人的 在你以身体或言语的行为伤害他人之前 这些负面心态早已产生了 在我们产生任何负面心态 不敬烦恼的同时 自然法则就开始惩罚我们 自然的法则是无分别的 自然的法则 法是十分公平的 任何人违背了这个法则 就会在此时此地遭受惩罚 而任何人生活在法的原则下 也会当下就获得回报 这是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法则 透过这个了解 我们明白 自己必须过注道德的生活 过注这种对自己和他人 都有益处的道德生活 因此 我们要控制自己的心 做自己心的主人 昨天我们讨论过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不同的方法 来训练新的专注力 但是当我们走在法的道路上 走在合乎科学的法的道路上时 我们就必 须也如是观察石箱的方式 来训练专注 这样的方式 和盲目的信仰 想象 推想一策等等 是没有关系的 因此 专注的对象 应该是如实的石箱 关于自身的石箱 关于你一直称呼为我 我 我的我的我的的这个身体结构的石箱 我们已经对这个身体结构有了很大的认同 对于这个身体结构产生了极大的直取 同样的 关于我们一直称为我 我 我的我的的这个新的结构的石箱 我们也对于这个新的结构有了很大的认同 产生了极大的直取 一个人必须要了解 到什么是我 什么是我的 什么是这个身体的结构 什么又是新的结构呢 一个人必须在经验的层面上来了解这些 这训练心专注的整个过程 应该同时也是这个心进化的过程 新的进化与新的自主应该同行并进 否则 一个人只在定力上发展 他可以因而获得强大的力量 每一个专注的心都是非常有力量的 但他却可能被误用 如果新的出发点不清静 就算心非常专注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心 专注的心也可以用来造作有海的行为 你一定看过白鹤 用一只脚站立在水塘旁的浅盘 完全的专注 专注在什么上面呢 就为了找鱼来吃 或者是一只猫守在老鼠洞口 专注的等待一只老鼠自洞内跑出 好把它吃了 一个人使用双管猎枪 也是全神贯注在猎物上 准备一枪打死它 为了成功 你的心必须专注在你的每一个行为上 即使是个扒手 也必须保持新的专注来扒取东西 这些都是专注力 但是 这些专注力并非正法 如果我们训练专注是基于贪爱或称恨 这就不是正定 不是如法的专注 专注不应该是基于贪爱或称恨 专注必须是基于实相的 不应该有任何的想象 意测 自我暗示 或外来的暗示等等 而是如其本来的实相 要了解实相 印度过去的觉悟者 已经给了我们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整个过程 就是了解实相的过程 自我了解的过程 这种对实相的了解 是要在经验的层面上去了解 你自己的实相 如果只是经由书本 经典上所写的 或者你的上师 你的传统 或你的信仰所说的 并不能达到对实相真正的了解 依照这个方法 首先你做主 闭上你的眼睛及嘴巴 身体和嘴巴都不用做什么 在此时此刻发生了什么呢 此时没有身体和言语的动作 你就只是不断地观察 观察在你的身体上发生了什么 首先你会观察到呼吸的流动 呼吸不停地流动住 气息进来 气息出去 气息进来 气息出去 你就从观察呼吸开始 呼吸是真实的 它与想象无关 呼吸就在你自己身上 是关于你自己的实相 这个实相是非常粗显的 但是没有关系 实相就是实相 你已经开始观察实相了 如果你走在这条解脱的正道上 你要留意 是否你所踏出的每一步 都是在这条实相之道上的一步 你将从粗显的实相开始 然后渐渐地去向微细 微细 更微细的实相 你会达到关于你身体最微细层面的实相 关于你的心最微细层面的实相 最后 你会非常容易地超越了你的身心世界 并经历了无法以言语描述的 永恒的 不生不灭的这种境界 这是需要亲身经历的 因此你必须去体验整个身心世界 了解到身心是不断地生起灭去生起灭去的 这种不断变化的过程一直发生住 你不只是相信它而已 而是要亲身去体验 为了体验实相 你先由观察呼吸开始 气息进来 气息出去 自然地呼吸 正常地呼吸 气息自然地进来 自然地出去 不要持送任何的字句 根据我自己以及其他许多人的经验 我知道如果你在觉知呼吸的同时 又持送住某个字句 你的心会比较容易 比较快就进入没有任何干扰的专注状态 这个方法就是要求你观察呼吸的同时 重复地持送你所信仰的某一字句 某个名字 或某个咒语 但是 在我们所说的这个了解实想的方法里 是不允许你使用任何字句的 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只是专注而已 达到净化的专注 才是我们的目的 如果专注是我们的唯一目的 那么持送 观想 想象 意测 哲理思维等等 将会有助于此 你可以使用这些方法 但是因为这是一种对你自身解析的探究 是一种对你内在身心的科学探究 所以不要使用任何想象 持送或观想 只要观察如其本然的实相 并且不要做呼吸运动 不要像吊息 Praniana 一样控制你的呼吸 不要控制呼吸 就只是对自然进来的气息 和自然出去的气息 保持较之就好 如果它是深的气息 就是深的气息 你只要觉知它是深的气息 如果是浅的气息 就是浅的气息 你也只要觉知它是浅的气息 如果气息是经过左鼻孔的 那么你就只是觉知气息 是由左鼻孔经过的 如果气息是经过右鼻孔的 那么你就觉知气息 是由右鼻孔经过的 如果气息是同时经过两个鼻孔的 那么你就觉知气息 是由两个鼻孔经过的 不要是注取改变呼吸的自然流动 只是观察 就只是观察 单纯的观察 安静的观察 在古印度的语言里 这被称呼作 Taterster 意思是某人坐在河边 河水正在流动住 一个正静静地坐在河边的人 和河水的流动无关 河水只是在那里自然的流动 这个人坐在河边就只是观察 观察住河水的自然流动 它可能是快速的流动 也可能是慢慢的流动 河水可能是非常清澈的 也可能很混浊 不管河水是什么样子 他并不尝试做任何努力去改变它 这是一个不费力的观察 只是在每一个当下观察时相的本来样子 如实地观察呼吸 如实地 不是如你所想要的样子 而是它本来的样子 这就是你所要做的 这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你不必做任何事 自然的法则就会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气息就只是自自然然地进来 自自然然地出去 你就像是坐在河边一般 看住呼吸的流动 气息进来 出去 进来 出去 这有什么困难呢 这很容易的 只观察了几次呼吸 你的心就跑掉了 突然间你发现到 怎么回事 我是 来这里观 查我的呼吸的啊 你将注意力再一次带回到呼吸上 但是在一次 在你观察一两次的呼吸之后 你的心却又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这时候你感到非常的急躁不安 我到底哪里不对 我的心是怎么回事 竟然没有办法做观察呼吸 这样简单的事 你对自己生气 觉得很懊恼 然后内观的指导老师就会告诉你 不要感到懊恼 生气 不管你是对自己或他人生气 这两者是没有差别的 只要接受你的心 跑掉了的事实就好 你应该要观察呼吸的 而你的心却在打妄想 这时候你警觉到 哦 心跑掉了 微笑地接受这个事实 心已经跑掉了 这就是此时此刻心的真实状态 好的 呼吸仍在那儿 你就再次开始吧 你再次开始 而再一次心又跑掉 你再次觉察到 看吧 心已经在打妄想了 再一次回到观察呼吸上 就像这样 你必须努力 非常有耐心 有耐心地继续做这件事 这样做一两天 你的心就会逐渐地平静下来了 你继续观察住自身的呼吸 观察呼吸 观察呼吸 同时你也开始观察到你的心 你看 这个心不断地打妄想 不断地跑掉 你开始用一种非常合乎科学的方式 学习去解析你自己的心和了解它的真实面貌 妄想的心到何处去呢 什么是妄想的对象呢 再一次它又跑掉了 哪里去了呢 妄想的对象是什么呢 你无法用日记本或做笔记 来记录心到何处去了 或以什么为对象 它就是跑掉了 你会注意到心就只是在两个范围之间打转 心不是在过去的这个记忆或那个记忆打转住 就是跳到未来 我 过去发生了这个 发生了那个心不断地回忆住过去 或者我 未来我想要这么样 我不希望这件事在未来发生 心不断地想住未来 就像一位科学研究者一样 你将开始了解到你的心的特性 它是就有的喜庆的努力 不断地在过去 未来之间打转 不是过去就是未来 你的心根本不想要活在现在 但是 你必须活在现在 你无法生活在过去 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 永远的过去了 用尽世界上所有的金钱 也无法买回已经过去的一刻 要做到这样是不可能的 你不可能再回到过去 过去永远的过去了 你也无法生活在未来 除非未来变成现在 你必须生活在现在 而心的行为模式是他不想要生活在现在 他不知道生活的艺术 这也是为什么心会感到不安的原因之一 而现在 你就是经由这个观察呼吸的方法 观察呼吸 开始来训练你的心 让自己了解生活的艺术 学习如何生活在当下 你当下的实相是 气息正在进来 或者气息正在出去 就是这样 如实地生活在当下 在一次地 你的心会因为旧有的洗性模式而跑开 而你也在一次地把它拉回到当下 你开始对你的心的行为 有了某些程度的了解了 你开始对新的实相了解了 接住 你会观察到另一个实相 在第二天或第三天中 你会渐渐清楚 不论你的心是在过去或是在未来游荡 只有两种念头会不断地出现 不是愉悦的就是不愉悦的 过去的回忆可能是愉悦的或不愉悦的 对未来的想法也可能是愉悦的或不愉悦的 你观察到 我 一个愉悦的念头升起了 不论它是对过去或未来而升起的念头 你将会注意到 新的一部分开始在这个愉悦的念头上打转 而新的另一部分接住开始对它反应 我 太棒了 过去这样子发生 是如此的好 实在太美妙了 我喜欢它 或是我想要它能够这样发生 因为我喜欢这个 这真的很棒 这就是对喜爱产生了反应 并且非常迅速地变成贪爱 接住就变成了直取 贪爱 直取 贪爱 直取 当不愉悦的念头升起 不管是 对过去或对未来的 此时你将会注意到 新的一部分在这不愉悦的念头上打转 而新的另一部分就会对它升起习惯性的反应 不愉悦 不好 我不喜欢它 不喜欢它 嗔恨 厌恶 嗔恨 厌恶 这时候事实就很清楚了 你的心没有一刻是沈默的 每一个时刻都会有某种念头或另一个念头 不是愉悦的就是不愉悦的 每当你产生了愉悦的念头 你就生起贪爱的喜性反应 贪爱 贪爱 而当你产生了不愉悦的念头时 就生起了嗔恨的喜性反应 嗔恨 嗔恨 你的心就在这贪爱 嗔恨 贪爱 嗔恨之间不断地流转 不论何时你产生了贪爱 你就会失去心的平稳 每当你生起嗔恨 你也会失去心的平稳 这时候你不再保有这种不且贪嗔反应的平等心了 心不再是一个平稳 平衡的状态 当你在不平稳的状态时 你变得焦躁不安并且痛苦 所以痛苦的应变得欲来清楚了 所有烦恼的根源就是贪爱和嗔恨 每当你心中生起 了任何烦恼的同时 所伴随的不是贪就是嗔 这不是一种哲学思想 哲学的游戏 信仰的游戏 或感情式的游戏 这是非常科学 非常合理的 你正在探究心是如何的作用病 且 正在体验有关于你的心的实相 你正在贪爱和嗔恨之间打转而变得痛苦 然后 你将你的注意力带回到教肢呼吸上 这个时候 当你的心正保持在对呼吸的教肢上 是没有贪爱的 你正保持在当下 你不会对呼吸产生贪爱 我要更多的气息 我要更多的气息 气息就在那儿 所以你没有必要对它产生贪求 当气息进来时 你也不会对这个气息厌恶 走开 我不喜欢这个气息 你对呼吸既没有贪爱也没有憎恨 没有贪爱 没有嗔恨 当你整天持续地观察时 你会开始体验到 在非常短暂的时刻中 当你的心是真正地专注在呼吸上时 没有贪爱 没有憎恨 你正在训练你的心 不仅仅是在专注上 而是同时要远离一切的贪爱 憎恨与不敬 这是以正确 科学的方式来发展新的自主能力 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因为我们是以观察时相来用功的 这不是盲目地相信 呼吸就在那儿 而且呼吸并不是印度教徒 灰教徒或基督教徒的呼吸 不是婆罗门或非婆罗门 印度人或美国人的呼吸 呼吸就是呼吸 自然的呼吸 一种自然的现象 气息进来 气息出去 而观察呼吸的心 也并非是印度教徒的心 灰教徒的心 或是基督教徒的心 每一个人的心就是这样运作的 而你正在检视自己的心如何运作 这整个过程是如此的科学化 是以成果做导向的 你在此时此刻就可以得到成果 你了解了你的问题 并且开始以非常合乎科学 合理的方法来解决你自身的问题 无关盲信 无关上识 无关利用 无关教条 这是真理实相 是心与身的科学 古印度的伟大科学家们发现了心与身的科学 心与身的交互作用 极有观察呼吸 你很快就会达到了解身心之间是如何的相互关联的这个阶段 在表面的层次上 呼吸看起来只是身体的运作 因为肺部的压缩 气息进来 出去 进来 出去 然而 呼吸只是和你的身体结构有关吗 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